古希腊的民主故事 始于一个开放与共享的精神世界 在那里城邦虽小 却自成体系 彼此互相竞争 又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 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海洋文明 还定义了自由的概念 这种理念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了升华 成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 西波战争是古希腊人自由精神的象征 当时波斯帝国的势力不断扩张 威胁到了希腊各个城邦的独立和自由 面对此威胁 希腊各城邦包括长期对立的雅典和斯巴达 都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正是在这些冲突中 希腊人认识到他们与波斯的根本不同 波斯代表专制与奴役 而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 代表自由与法治 斯巴达将军列奥达尼和他的三百勇士 在温泉关奋勇抵抗波斯大军的故事 是这种自由精神的生动写照 他们用行动证明 真正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 而是自觉地服从法律 斯巴达人面对波斯国王时说道 我们斯巴达人是自由的 但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自由 我们受法律的统治 而这份对法律的敬畏 比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更加坚定 这场战争不仅是领土之争 更是文明的对抗 希腊人在战场上所捍卫的 不仅是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更是他们的自由正义和生活方式 经过西波战争的洗礼 古希腊人将自由视为最核心的价值 并将这一理念深深植入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中 然而自由本身并非一成不变 它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缺定性 希腊人通过战胜波斯定义了自己的核心价值 但这种在敌对中形成的自由观 注定了他的不稳定 随着历史的推进 希腊各城邦之间因对自由理解的差异 而再次陷入内战 离此争斗 甚至上演了兄弟神强的悲剧 尽管如此 希腊人并没有放弃自由这一核心价值 相反 他们不断地探索重新定义自由 自由在古希腊是政治性的 是不断变化的 但它从未失去对希腊人心灵的吸引力 希腊文明在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中 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 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探索 也成为了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 古希腊的民主和自由精神 不仅塑造了他们自己 也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思想与制度 从雅典的直接民主 到后世对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推崇 古希腊的思想遗产让我们看到 尽管自由充满挑战 尽管它常常难以定义 但它却是人类精神最为珍贵的追求之一 也蓝犯了 至于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充满